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ES6当中下一个新的特性 叫做Symbol 其实这个Symbol单词的本意叫做符号或者叫象征的意思 我们想想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某个东西具有某个符号 那这个符号就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说其实Symbol在ES6里面也是表示独一无二的 它是一种新的原始数据类型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在我们之前学习的课程当中 ES的原始数据类型都有哪几种 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包括undefined 第二个有now 第三个有bool 第四个有字符串 第五个有number 第六个是不是还有个对象object 我们前面说的像数组方法 它们是不是都属于对象 所以说Symbol的出现为我们的原始数据类型又增加了一个 所以到目前为止原始数据类型一共有7种 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Symbol 它怎样去声明 以及到底有哪些应用场景 我们会应用到Symbol这种新的方式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码吧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在srt下面 这应该是第14个 然后在index.js当中 我们把这个14引入进来 比如说我定一个se 然后等于Symbol 对它是在括号的 而且前面是没有new 因为Symbol它并不是一个对象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在控制台里面打印出S1 打个左边 是不是打印出一个Symbol 那比如说我再定一个 我再定一个S2 然后呢 我这边再输出S2 那么这不相当于是有两个Symbol 这时候呢 我再打印出 我想看一下S1和S2 是否是相等的 大家注意 这边会反昏一个False 因为前面我写实过 Symbol这个单词 其实本意是不叫做象征的意思 在我们的ES6里面呢 它其实表示的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不同的Symbol之间 虽然感觉好像长得一样的 但是呢 它们并不相等 这是第一种生命Symbol的方式啊 但是这种生命方式呢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当前S1跟S2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对吧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描述 所以说呢 其实还有第二种生命的方式 大家看 比如说我再定一个S1 等于Symbol 然后在它的括号里面 其实可以给一个Symbol 增加一个描述 比如说我们叫做FO 然后呢 再复制一个S2 比如说我们叫做BAR 这时候 我再输出S1和S2 当然这个就会输出的 是不是就具有当前描述的 这样的Symbol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更容易去分清 到底是哪一个值 当然这时候 如果我输出S1 是不是等于S2 你会发现 它俩返回的其实 还是Face 它们两个并不相等 所以说 这是Symbol说明的第二种方式 我们可以把一个字符串 作为参数传递进去 用于对于Symbol的一个描述 我们再继续看 这是不是已经讲了两种设计方式 大家看前面传的参数是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OBJ 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对象里面有个属性 比如说叫做MOOC 然后我去再定义一个S表示Symbol 比如说Symbol 然后我把OBJ传进去 注意 这时候的定义方式 它的参数是不是传入一个对象 而上面的话 传入的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参数是一个对象的话 当我输出这个S的时候 我们看会怎么样 大家看 里面是不是还是Object 这时候好像看不懂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注意 如果当它的参数是一个对象的话 其实它会自动调用 该对象的ToStream方法 将它转化成字符串 然后才生成一个Symbol的值 什么意思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的对象里面 有一个方法 叫做ToStream 这是对象方法的解决形式 对吧 比如说我Return Return什么呢 当前对象的内部属性 大家看 这个时候我们看第二十行 输存结果保存 大家看左边 是不是当前就会把ToStream 里面Return的值 转化成一个字符串 把这个字符串 作为Symbol的描述 这也是一种证明方式 我们再看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样 大家看 我们定一个S 等于Symbol 然后我现在像前面对象一样 给Symbol负一个内部属性 对象点属性 等于比如说木刻 然后我们输出这个S 大家看这S能有木刻吗 你会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 因为前面我强调过 Symbol其实并不是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不能够拿对象的这种方式 去对待它 比如说我们中国对象的属性 给它负个值 你会发现这边其实什么也没有 当然这边我们也不可能使用New 比如说大家看 我加一个New 那你看这边是不是会报错 所以Symbol is not a constructor 它并不是一个够的函数 所以说使用New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到底什么是Symbol 我们前面第一次说明 Symbol我们不能够按照对象的方式去理解它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这种 不能重复的这种字符串 相当于是一种特殊的字符串 然后它其实还提供一个API 大家看 我们可以输出当前这个Symbol点 Description Description是不是叫做描述的意思 所以大家看 当我第25行 是其实能够输出当前这个描述 当然大家注意 我当前这个25行这个S 这个Symbol 它里面是不是并没有任何的描述 所以这边得到一个安理范的 但是大家看 比如说我现在给它增加一个描述 比如说FO保存 大家看Symbol Description 是不是就能够输出当前Symbol的这样一个描述 这个前面我们讲一些声明方式 大家再看 我们前面在声明Symbol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Symbol括号 通过里面传递一些参数 去创建一个Symbol 但是大家再看 我再来讲用声明方式 比如说我定一个se等于Symbol 然后Symbol其实有个方法叫做.fo fo的作用其实也是声明一个Symbol类型的 大家看 比如说参数里面传一个FO 然后我这时候输出se保存 你有没有发现 跟前面声明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个写FO和布写FO之间有什么差别 大家再仔细看 比如说我再定义一个叫做FOO的 然后给它提出名字叫做S2 这时候我想判断 S1跟S2通过Symbol.fo的方式去声明 它们两个是否是相等的呢 大家看答案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就会返回一个处 但是前面的话 我们定义的这两个是一样的情况下 它们返回的是不是false 那为什么说通过Symbol.fo就能反回处呢 它们写FO和布写FO之间又有怎样的差别 其实这个S1跟S2它是不是都是Symbol 然后呢都是由Symbol.fo去生成的 而且它们的参数是一样的 这时候其实实际上它们代表的是同一个值 我们通过Symbol.fo去创建的这样的Symbol 这样的值 其实它相当于是定义在全局的环境中 什么全局环境 比如说我声明一个Symbol.fo FO等于S1 当我再次声明Symbol.fo FO的时候 它会去全局里面去找 去找你在前面是否有声明过 当前它的描述叫FO的 如果有那么下面的就指向上面的一个 所以说说明它是同一个 这边会输出处 但是当我们去通过直接Symbol括号 去生明一个Symbol的时候 它呢相当于是并不会在全局环境中去定义 而是每次都会生成一个新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Symbol.fo 比如说写了100次 那么相当于是只生成了一个 但是如果我们只写个Symbol.fo 比如说写了100次 那就真的是100个 并且一定要注意 我们通过Symbol.fo去创建Symbol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个全局环境 它并不管说你当前这个Symbol.fo 是不是在全局下面去声明的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 比如说我这边定义一个方法 假设Fo 这个方法的作用呢 就是返回Symbol.fo 比如说Fo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哦 我呀现在定义一个 比如说X等于Fo 这时候这个X是不是代表 它的一个返回值 然后呢我再定义一个Y 比如说叫做Symbol.fo 然后呢还是叫Fo 这时候我输出X和Y 我想看一下它们两个是否是相等的 你会发现它是不是会返回一个处 因为刚才我说过Symbol.fo 它定义的是不是在全局环境下去找 所以说虽然你在当前这个方法的作用内去定义的 但是呢它相当于只要你只要用Symbol.fo 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的 当下次在Symbol.fo同样一个描述的时候 它会去全局里面去找 前面是不是有定义过同样描述的这样的Symbol 然后呢跟Symbol.fo对应到其实还有个叫做Symbol.key.fo 大家看Symbol.key.fo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S1 然后呢它等于Symbol 我直接定义一个Fo 大家看我们当前输出Symbol.key.fo 这个S1大家看保存 你发现39行是不是输出一个Undefined 但是我们再用Symbol.fo去定义一个 比如说我再Cons一个S2 等于Symbol.fo 然后呢Fo 这时候我再输出Symbol.key.fo 我这样一个S2 大家看代码第42行是不是会输出一个Fo 所以说当前这个Symbol.key.fo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返回一个已经登记的那样的Symbol类型的Key 我们前面说过通过Symbol.fo 去定义的它相当于是不是登记在了全局 对吧 但是呢如果你只是通过Symbol定义的话 那么它并没有登记在全局 所以说通过Key.fo 它就是找当前你对应这个Symbol 是否有全局去登记过 它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登记过呢 它就返回当前你对应的这样一个描述 那我们前面学过这些语法 那这个Symbol到底有什么用 或者说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Symbol呢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Symbol的几种常见的应用场景 比方说我现在这样去就 大家看 比如说我现在想描述一个班机的信息 大家看 比如说这个就像 我们知道在一个班机里面 是不是可能有很多人 我呢 现在想把当前这个人名 作为当前对象的Key 比如说当前有张三 然后呢 它是一个对象 比如说它有地址 然后呢 比如说地址是XX 然后呢 它可能还有电话 比如电话是11 我就简单写一下 另外呢 这个班机里面可能是不仅有张三 我呢 可能还有其他同学 大家看哦 我复这个 比如说当前我们班的 可能还有李四 然后呢 它的地址是YYY 电话呢 是22 有可能吧 但是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班机里面 人名是重复的 重名的 很有可能吧 比如说在这个班机里面 假设呀 有两个人叫李四 然后呢 他们的地址和电话都不一样 表明当前是不同的两个人 只不过两个人的名字是一样的 大家想一想 这个时候 如果我输出这个班机信息的话 你觉得这班机本来是有三个同学 但是现在如果这样的电力的话 能够输出几个同学呢 大家仔细看哦 在班机49行 你能够发现 现在是不是只有两个同学 张三和第二个李四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说在对象里面 keyY流行的 key是不是必须是唯一的 如果有重复的 那么后定义的 就会把先定义的覆盖掉 所以呢 这时候你会发现 李四是不是只剩下个地址是ZZZ 电话是333 这个李四 而前面这个YYY 这个李四 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不满到我的需求 对吧 大家再看 有头有可能会觉得说 你这个key怎么还能是一个 这个中文呢 这个语法是没有问题的 我再给大家改造一下 我们之前在对象的 过展的那节 是不是讲了对象的key 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变量 比方说 大家看 我呢 先定义一个学生1 比如说 他表示李四 我呢 再定义一个学生2 他也表示李四 OK 因为我的班机里面 有两个人叫李四嘛 对吧 大家再看 这时候当我去定义 这个班机信息的时候 我直接拿这个改吧 这样的话会快一点 大家看 这个时候 比如说 张三我就不要了 我主要讲这两个重复的 大家看 比如说这时候李四 是不是可以这样 那我直接直接把 stu1和stu2 你觉得写在这 这样可以吗 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么写 数据结果应该是什么呢 是李四和李四两个同学吗 你仔细看 这时候你就发现 它的key是stu1和stu2 因为前面我们讲过 当前的如果key 如果你是这么写的话 那它们的key的名字 是不是就是stu1和stu2 学生1和学生2 那如果我想让它 代表李四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加一个中括号 这个应该很熟悉吧 前面我们刚刚学过 对不对 这时候大家看 你会发现 数据结果有李四 但是又变成了 只有一个李四 虽然我们可能用不同的值 去代表两个不同的李四 但是 它结合到这边key来说 key对应的是不是 还是同样的李四 所以你能够发现 剩下的还是最后一个 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需求 因为我们不能说 班级有两个李四 所以我最后只剩下一个 对吧 那怎么办 大家看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 symbol解决 因为前面我们说过 symbol是不是独一无二的 大家看 比如说我还是stu1 然后它对应的是一个symbol 比如说它对应的值 是李四 说这一个 stu2 也叫李四 这时候 当我去定义 我们的班级的信息的时候 大家看 我还是用中括号 stu1和stu2 因为当key是一个变量的时候 外面是不是应该加一个中括号 这时候 我们再输出 对应的这样一个grid 大家想一想 这时候会有几个李四 我们仔细看结果 大家没有发现 这时候就有两个李四 一个地址是YYY 一个地址是ZZZ 这个时候我们班级的人 终于全了对吧 两个李四虽然重名 但是他们的信息并没有被彼此的覆盖掉 所以大家想想 现在对于对象的声明来说 之前对于对象的属性名称 是不是只能是字符串 而现在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新增了一个symbol这样的类型 凡是属性名称与symbol这样类型的话 它都表示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跟其他的属性名字 不会产生冲突 这个其实就是symbol特点 但是我相信同学还会有这样的疑问 说我想获取到李四信息 我怎么能知道当前获取到底是哪个李四信息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输出grid 假设我想获取当前第一个李四信息 那我就可以这样 中文括号它对应的是不是stu1 同样的stu2 大家看结果哦 输出结果 是不是就是yy和zz 所以说我们同样可以获取到 当前我们想获取的那样一个对象信息 虽然它们的名字是除名的 但是我们只要把symbol作为参数 作为它的描述传递进来 我们同样能够获取到它所代表的value的值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应用场景 也就是把symbol作为对象的key 以保证当前的key并不冲突 你觉得会好吗 我们看下一个场景 比如说这样 大家看 我定义一个class 比如说做user 然后它有自己的属性 比如说coded.trouter 然后name属性 在过道函数里面 我们定义this.name等于name 这个很简单对吧 比如说我再定义一个对应的getname 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returnthis.name 这样的话我通过getname 是不是就能够获取到当前的name属性 然后我cons的一个user 等于new出一个这样的实力化对象 大user 传递一个值 比如说 系成 我们输出user.getname 保存 是不是能够输出当前我这样一个名字 大家看 这边应该有一个小括号 方法调用 再加一个括号 这边能够输出我的名字 系成 但是大家注意 我的需求又变了 比如说 我现在 在我的类里面 有某些属性 但是呢 我希望把这些某些属性 保护下来 应该怎么办 大家看哦 我们呢 比如说 我去cons的一个symbol 比如说就叫symbol吧 然后呢 symbol imoke 假设 我有imoke这样一个属性 然后呢 把它作为当前的一个 构档函数里面的一个属性的值 那应该怎么做 你说this.sym 这样可以吗 肯定不行 这个前面我们讲过 如果当前属性的名字是变量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中括号 这样的话 就可以表示当前对象点属性啊 比如说等于当前 moke.com 然后大家看 这时候比如说guide name的时候 我输出this中括号 symbol 大家看这时候 在码第80行 是不是能够输出 现成 然后呢 代目课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guide name 是不是能够获取到 当前这个对象下面的name属性 和它对应的 symbol这个属性 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用for in 去循环便利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们这边 通过for in 比如说我们来写一个key in当前这样一个user 然后大家看 这时候我输出这个key 保存 大家再看结果 我先把这个80行 先住掉 我们只看83行 大家看 你会发现 它只有内部属性 并没有辨率出 我们对应这样一个symbol属性 所以大家注意 通过for in 这种方式 是无法辨率 symbol属性的 所以说 这种方式 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 能对我们的属性 进行一个隐藏 感觉好像 它是一个cu属性 对吧 当然我只能说 是在一定程度上 因为还有办法 去读到它 我们再讲 下面的辨率方式 我们看for in 只能取到当前不是symbol的属性 我们再看下一种辨率方式 其实我们是不是还学过 这种方式 叫做object.keys 大家看 我们定一个key 然后off off谁 object.keys 然后user 这时候我们输出这个key 我们看看这种辨率方式 能不能取出symbol呢 发现还是不能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辨率方式 大家看 我们 还有一个 比如说 let a key off object object 下面有个方法 叫做get on property symbols 就这个方法 get on property symbols 它我们再把当前 user这个对象 传递进去 大家看 这个时候 把这个往这边 传一点 这时候 我们再去打印出 这样一个key值 保存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是只能取到symbol 而取不到其他正常的 这样的不是symbol 这样的实际属性 是取不到的 我们再看 有没有方式 既能够取到当前普通的属性 又能取到symbol属性呢 当然是肯定的 我们再let一个key 然后off 有个叫做 reflat.on keys 这个方法 我把user 传进去 这时候 我再输出对应的key值 大家看代码 第95行 是不是这时候 既有普通属性 又有symbol属性 所以说 这个我们一个方面 是讲了 正常情况下 full in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取不到 symbol这样的值的 所以说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对我们的属性 进行一个封装 感觉像是一个 私有属性一样 但是我们也讲了 各种各种较迹方式 然后也有相同的方式 能够取到 普通的属性 和symbol属性的值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应用场景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 应用场景 就是我们可以用symbol 去消除魔术字符串 什么叫魔术字符串 它指就是在代码当中 多次出现的 然后 这个东西很多的出现 很多地方都要引用 然后 如果每次我都自己 手敲的话 还可能敲错 比如说举个例子 打算 我们定义一个普通的方法 比如说 就要获取当前的面积 比如说 这个方法的作用 就是计算出 图形对应的面积 比如说我们传递一个 图形进去 shape 然后我定义一个面积的出入值 假设出入值是0 然后我这边可能需要判断 判断什么 当前你传进来这个类型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 比如说 我用switch case 如果当前你是一个 三九形 比如说triangle 比如说当然 三九形的面积 是不是可能是什么 底乘以高除以2 对吧 我们简单一些 我们就比如说 就把面积复成1 然后break 因为具体怎么算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重点 比如说 你就传进了一个圆形 比如说 是圆形的时候 我们这个面积 假设就等于2 就简单表示一下 这个意思 前面有一个冒号 然后break 这是画一下 然后计算完成以后 我把当前计算出这个面积 把它返回去 这是不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函数 然后大家看 比如说 我想输出 当前获取这个面积 大家仔细看 我想计算一下 当前三角形的面积 那么 我这边是不是 还要传入一个triangle 保存 这边会返回1 当然如果你传入了sircle 就返回2 大家有没有注意 对于这个triangle 这个单词 我在这边写一遍 在这边写一遍 是不是在代码中 多次出现 它其实跟我们代码形成一个比较强的一种偶合 这种代码风格其实并不好 这种情况 我们把它叫做 魔术字符串 那怎么能够消除这个魔术字符串呢 大家看 这个代码先留在这 然后我重新再说这个 在这上面改 有同学可能会想到这样的想法 那既然我这边又写两遍 很麻烦 那我有没有方式 就把它写一遍呢 比如说 我定一个叫做 当前图形的这样一个类型 这样一个对象 比如说它有个属性叫做tangle 它对应的值呢 就是当前我这样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它可能还有一个circle 然后呢 它对应的值 就是我当前这个circle 那这样的话 当我判断的时候 我是不是只要判断 shape type 去点我们这样一个tangle 然后呢 这个改变成shape type 去点circle 当然这边调用的时候 我是不是只要调用 当前图形类型里面的tangle 保存 你看 则要结果一样的 那这时候 我这个tangle 或者是circle 是不是只要写 在这边定义一遍就可以了 这边只要通过对象点属性的方式 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魔术字符串 代码简单很多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仔细想一想 对于shape type 当前这个对象 它里面trangle 它对应的后面这个值 这个值到底是什么样的值 你觉得我需要关心吗 它其实并不重要 我们只要确定什么 我们只要确定 当前你这个属性的名 在下面这个名不冲突就可以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 这个时候 它并不重要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用 symbol表示呢 把这个呢 在这边再复制一遍 保存 当然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symbol这种方式 去消除 刚才我所说的 魔术字符串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并没有出现这种什么 tangle这样的字符串 或者是circle这样的字符串 我们都用symbol把它代替 因为对象点属性 这个属性后面到底 代表是什么 在我这个需求里面 其实我并不关心 它并不重要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对于symbol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应用场景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这节课所学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讲了一种在ES6当中 一种新的原始数据类型 叫做symbol 它表示的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我们讲了它的生平方式 比如说可以直接通过symbol 和号里面传染字符串的方式 去生命一个symbol 然后跟它对应的 还有叫做symbol.fo symbol.fo的话 是不相当于在全局里面去登记了一个symbol 然后当我再次去symbol.fo 去生命一个symbol的时候 它首先会去全局里面去找 之前是不是有登记过同名字的 如果有同名字的 那我就解用之前那一个 如果没有 我就形成一个新的 这是比较常用的生平方式 然后我们讲讲了一些symbol的一些实际应用场景 比如说当对象的属性的名字 之前我们的属性名字 是不是只是一个普通字幕串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个symbol外形去表示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 当前属性的名称 跟其他属性名称 并不会产生冲突 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因为symbol的作用 就是独一无二的 对吧 然后我们就讲了 当如果在一个对象里面 定义symbol的时候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不是可以对对象的属性 进行一些保护 对吧 当然我们使用封印的时候 可能取不到 但是我们是别有方式 能够取到symbol这种类型 对吧 比如说可以用 reformite.onpiece这种方式 然后我们讲了第三个用场景 讲的是如何通过symbol 去消除魔术字符串 因为我们为了保证代码 这种比较好的风格 其实我们的代码当中 应该尽量去消除这种魔术字符串 而使用symbol代替 其实整个代码结构 会更加清洗 在开发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容易求错 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 ES6当中 引入的一种新的原始数据和形 symbol 大家课后也一定要多加练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 大家加油吧